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除了做护肤品之外 平時會不會做化妝品呢? 例如我們很多時候會做粉底膏、粉底液 又或者有時候會做唇膏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用到一些材料 平時是我們用來做护肤品時會比較少用 我今天想說說有三樣東西大家可能很容易混淆 這三樣就是杯麻油的產品 第一樣東西是一種叫做Custor Oil 這一種材料其實是一種植物底油 即是跟平時用的橄欖油、葡萄籽油等 是同一類的材料 而它的質地非常滋潤 而且會有少許稠 跟平時用的薄薄油有點不同 所以這類材料我們比較多會用在化妝品上 但如果你說你的皮膚比較乾 或者你的頭髮比較乾 其實它都一樣可以當普通底油 用在一些護膚產品那裡 第二種的材料 我們有一種叫做輕化碑麻油 這一種跟剛才所說的底油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一種叫做助乳化劑或者精油乳化劑 其實它可以用來幫助我們做一些比較難乳化的產品 可以用來做助乳化 又或者有時候想把一些精油融在水裡 其實都可以用它 不過它就比起普通的精油乳化劑會比較難溶 但你也一樣可以用的 所以你不可以當底油就這樣塗 你也不可以當乳化劑就這樣用來做乳液 通常都會配合其他材料一起用的 最後一種我們有一種叫做 配合油醉脂的產品 你會發覺這一種的產品 其實它是一種軟的蠟狀的產品 這也是我們很少會就這樣單獨用的 因為它主要是用來做油膏 或者做乳霜的時候 它用來防止我們那些蠟和油會結晶 令你做出來的產品會軟滑一些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會出油 所以我們在做油膏、唇膏、彩妝等 就會經常用到它 這產品亦有一種好處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皮膚表面 形成了一種比較持久的保護膜 所以亦都適合在彩妝製作成膜劑 令到我們那些顏色 可以停留在皮膚比較久一點時間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掉色 所以我剛才說這三樣東西 雖然它是由皮膚做出來的 但是它的功用和它的用法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下次再做這些化粧品的時間 可以留意一下